子玲开麦 今天节目呢我们要来蛮文青的 让自己的这个素质气质提升一下下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介绍一本诗集 那这一本诗集的名称呢就叫做无地方草 那我们在这边呢就邀请到无地方草的作者李云墨来到节目现场 云墨你好 子玲你好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不好意思慢了一点 哦没关系 好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要请云墨 也跟大家来聊聊您最近的这个诗集的作品 出版了无地方草 那看起来是我觉得很文学的感觉 那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呢来聊聊 就是说你怎么会有兴趣来做诗的创作 因为好像大部分我们现在好像大家喜欢的都是一些这种小说啦 白话文啦或者是说像漫画啦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喔 那你本身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怎么会有这样的创作你是专业的诗人吗 我现在不算是专业的诗人 但我主要在做的工作有两个 一个是在太阳能板公司当发言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文艺推广文学推广 那么我有成立一个粉专叫诗生字 然后还有一个主要的社团叫切切诗语 是诗人的诗诗语 那么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出身 就是说过去读东华中文 中文学诗硕士 然后后来也到政大读博士班 那所以一路上都有接触古典文学啊 现代文学啊 然后写诗其实也是从高中的时候 高职的时候 我是读嘉义高工的 然后后来读中文系 然后也都有写一些像是诗 但是在课堂上可能老师会觉得那不是诗的作品这样子嘛 那不过就是在大学以后就等于被现代诗的老师他们启蒙 然后开始的一些诗的创作 那么其实就像子妮刚才所说的 像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去写诗嘛 那其实我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主要写的还是散文 然后诗反而是比较其次的 那么后来为什么又会跑回来 变成诗的创作呢 对跑回来写诗 而且甚至初诗集呢 就是因为我在经营 艺文粉砖 诗生字 然后同时因为我之前也在政大教书 那我也有教现代诗歌创作 那么在教同学怎么创作的时候 我自己在出练习题的时候 我会跟着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经营的这个诗歌的本传 所以这几年间真的是阅读了蛮大量的作品 可能每年都要阅读一两百本诗集吧 那所以就是慢慢的琢磨出我自己要写什么样的作品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进一文本传的关系 我也比较去考虑文学传播于接受的问题 就是说我要写什么样的作品可以传达 然后让读者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样 那大部分的人可能我们喜欢看的就是一些小说啦 或者是说比较白话的这样子的一种一种作品 那我不知道说这个诗的一个创作是怎么吸引余末 你去做这样的投入 因为你刚刚也说其实你也写散文 对啊那除了因为是教书 所以出功课给同学写 你也跟着写了一些之外 怎么会诗会这么吸引你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过去在学院的积累吧 就是说过去我们在教课 应该说听课 从大学开始听课 然后听老师去讲解诗 那就对诗有比较多的一种体悟跟感受 就会比起自己阅读的时候啦 那然后等于是入门了以后 开窍了以后慢慢也自己知道 掌握诗阅读的一个门路吧 那么也觉得很想要透过 推广的方式 还有书写的方式 把这些诗的美好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因素 然后以环境的因素来讲 就是说因为在社群网站流行之后 诗反而变成是文学里面比较热门的一个载体 会哦 不是散文吗 或者小说故事什么的 因为在社群网站流行之后 其实大家在网路上 大部分人其实没有耐心读长篇的散文小说 然后反而他们会愿意读短短的几句话 那他可能是像诗 可能是像格言 可能是像耿剧这样子 然后所以现在有很多像格言 像耿剧的诗作 诗集这样 那所以在台湾呢 在2014年左右有一个粉专叫晚安诗 他成立的比较早 那晚安诗成立之后呢 其实我一直也看到晚安诗的诗作 会跳到我的动态上面 因为我的同文城毕竟都是 毕竟都是读诗写诗的人嘛 然后我看晚安诗分享的那些作品 大部分都是我读过的 然后少数我没有读过 那我看到的时候 如果是我喜欢的我也会按个赞什么的 那么我后来发现 晚安诗居然也有几十万人在追踪 关注就是说经过这几年来啦 那可是我又觉得晚安诗他分享的形式 他就是一首诗 然后加上一个图片而已 所以我就想说 诗其实有很多分享方式嘛 比方说我们朗读他也是一种分享方式 我们去手写他也是一种分享方式 而且朗读手写 尤其是朗读啊 其实他有点像是诗歌的再诠释 因为你要把它念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去琢磨说 怎么样念才是符合 这个诗的文本的含例 或者是怎么样念才顺 那你就会产生你自己的一个诠释这样子 那所以我又觉得 我们也可以来分享 手写朗读啊 或者是摄影啊 不一定局限于这种诗作本身 那所以我就动心请验 在2017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诗声字粉砖 就是用声音跟手写来分享诗歌 诗是诗 那个就是诗人的诗嘛 然后声是说那个发声音的声 对 字就是文字的字 对对对 就是说透过朗读手写的方式 来分享这些诗歌作品 然后产生比较更多元的感受这样 嗯哼哼 也是因为这个外援因素啦 就是说其实在 社群网站的时代 施反的变成一个 大家愿意花一点时间 因为他所花的时间是最短的 所以就句话好像灵光一样 好像一个美的画面一样 然后你稍微停下来看一下你愿意 但是如果你是更长的小说散文的话 也许大家就不愿意 就不适合 或是不愿意在网路上这个媒介 慢慢的仔细的阅读这样 嗯 好 我想其实对于喜欢诗的朋友 这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啦 就是说可以去找到一些同好 让大家呢在社团啦 或者是说一些社群网站上面 也可以一起来这样分享 或者是说有这样的一些一个讨论啊 共鸣我想对于这方面喜好的朋友 应该会蛮开心的哦 那我在这边先 我们先来讲一下 就是说您在经营粉专这部分好了 你长期在Facebook写作社团啊 那有没有说 特殊的去怎么样经营这个粉专或社团 然后呢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或乐趣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好啊 谢芷玲的问题哦 我觉得因为刚好我刚才讲到是晚安师嘛 那晚安师他成立的时间点比较好 他是2014年左右就成立了 那么不得更早了 就是我大概记得是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是粉专的触及率 按战数是很高的时候 所以其实不管经营什么类型的粉专啊 或者是那时候是粉专都很容易红起来 然后我是到2017年8月的时候才想说 我也来经营一个类似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粉专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到所谓我们 人家说的后粉专时代 就是说这时候 你要累积按战数触及率 就比较困难的 那除非你是非常好笑的 非常有趣的 或者是有非常有 就是说会让大家觉得很开心的那种 那种性质的 可能会比较容易啦 那像分享这种诗歌的 其实就会变得困难一点 所以像我们在累积人气的过程里面 那就不会像晚安市这么顺 还有就是像 因为我刚才不是讲说我们有分享朗读吗 那我发现就是说 现代人好像 不知道是因为受限于社群网站的一个媒介的关系 还是说怎么样 就是说 你听你可能比较没有耐心听朗读 然后就是说你在 也可能跟我们预设心底有关系 你在 你在 Facebook好了 你不会想说我要停下来听一个朗读 你就是看画面 IG也是一样就是看画面 那所以当你停下来听一个朗读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那么适应 甚至你不会听完 那而且 而且我觉得像朗读这种形式啊 他又很有趣的地方是说 喜欢的人可能很喜欢 但是不喜欢的人可能会排斥 就是说 刺可以接受度大一点 但加上朗读就比较少吗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朗读的客群的 当我当我在 脸书上用朗读的时候 他的客群会比较分开一点 就有些人很喜欢 有些人私下跟我讲说 他就是因为 失声制的朗读 然后受吸引 然后才很关注这个粉专的 然后觉得说我们这个设计非常好 但是我也有看过就是读者意见 就是说这个朗读者声音会很讨厌 或者是说我不喜欢这个朗读者诠释 一定听到声音就觉得没办法接受 就是说朗读他好像会更勾起我们 比较主观的套物 对比起平面的这种照片啊 这跟小说是一样的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小说他用文字的呈现 那我们大家每个人在看 就会想象出他那不同的感觉跟画面 可是当这个小说被拍成电影电视 然后再找个男女主角或是谁来演 大家就具体化了 可能就觉得哇天啊 这个小说本来很好看 被导演拍的超难看 或者是说那男女主角根本就不好 演的不好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你会有那种类似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觉得子林的指令 的举例真的是蛮有趣的蛮适当的这样 好那那所以就是在社团方面 就是你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一些经验 然后也加了各种不同的变化 然后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 是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说 在粉专上面的分享 还是以手写图片为主 然后另外用频道 其实我们本来就同时在经营YouTube频道 然后另外用频道的网址 就是说等于让你说 你是真的想听朗读的人 你就可以点到频道去听 你就不用在这个脸书上 就直接听到朗读 那么真的想听朗读的人 他们就会点 那不想听朗读的人 他们就可能就看那个画面 他们觉得蛮好的这样子 对那后来Podcast兴起之后 我们也有尝试去使用 对但他现在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投入的一个平台 是好那另外呢 我想说跟云末这边也来聊聊 像大家的创作风格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你的创作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呢 对我的想法是说 我用投影片来表示一下 我看一下哦 这个是我诗集的封面 无地方长 对 这个是我的一首诗啊 它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哦 它题目叫生长 那么生长里面的第一段是讲说 愿我们的心温厚明朗 始终根于泥土向上伸展 那么我我觉得我在 创作室的时候 我也是想要呈现这种风格 就是温厚明朗的 然后根于泥土向上伸展的 这样的一个风格 那么我 当然我身为作者我也不知道说 读者是不是这样感觉到啦 那也许以后大家听了广播 然后真的阅读了诗作之后 你们也可以跟我回馈说 你们感觉到是不是我想要 呈现的这种风格哦 那么另外一个 我觉得在这本诗集里面 我的创作有一个次要的风格 就是说 这本诗集的集五是叫做 游戏人间 游戏人间里面我是用 比较会写有趣的方式的风格来写作 然后美景里面也都有一两首这样的作品 也就是说 有另外一种风格 它是比较会写有趣的 比较幽默的 那么那种风格作品 其实对我来讲啦 它是我的 我对熟人的一个展现的姿态 就是说如果我在熟人的面前 我可能会比较展现那样的姿态 那可是把它写成诗的时候 给陌生读者看 我其实还是有点害羞的 因为就是说 因为读者就是我不认识的人嘛 可是 但是这种风格的诗 其实它又比较轻松 然后读者读起来比较会觉得有趣 所以我还是都把它放到诗集里面的这样 是 游戏人间集五的部分 有一些圆末的作品 是可能跟你其他的这个部分的作品 感觉上是不太一样的风格这样 是 嗯 好啊 那最后这边我们要跟云末来聊聊就是说 那接下来你未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呢 我在无地方草的折口的简介里面有讲说 我之后预计出展文集 那么因为刚好我今年度比较忙 就是说公司 我刚才讲太阳能板公司的事务嘛 还有我我其实想要帮我们的社团切切施语编一本选集 那这个编选集它本身也是耗费时间的 所以我要把这些事做完之后 才来做我个人的散文集 那么所以我个人散文集可能是明年 最快也是明年的事情了 那么如果无地方草这本书的回想很不错的话 比方说听众朋友也许你们今天听了广播之后 那你们去购买这个作品我喜欢 那也给我不错回想 然后这本书在网路上 在实体同路上销入也蛮好的 那么也许我之后还会考虑出第二本诗集 可是那个可能又是后年以后的事情了 是 好那我们今天在这边来邀请到诗人李云末 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云末的这个 应该说就是这几年这样子你的诗的创作的累积 那也跟大家用无地方草这一本出版 跟大家来分享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 就是说你想要来欣赏的 或者是说您对这个诗呢很感兴趣的 都欢迎可以上粉砖这边 那就是云末他有包括粉砖叫做诗生字 然后呢有社团是窃窃诗语 好我刚刚去查了一下这是私密社团 所以应该是加入要云末同意这样子 我们那个窃窃诗语其实就是 他虽然是私密社团 可是你只要是文学爱好者 或者是创作者都可以加入 那为什么要把它改成 为什么要设私密社团呢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假账号 对对 然后还有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账号其实你也不知道他还敢 啊行销账号 所以有时候我们即便设了问题 还是会有一些行销账号 他会回答那些问题然后加进来 然后就只比方说卖鞋子啊 那个可能是甚至是假的 就是说他可能是那种诈骗的 那所以我们是只是为了 防止这种假账号啊 行销账号加入 所以才设一些问题是嗯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推荐这个作品无地方草这本书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最后呢云莫有没有跟大家说的话 哦最后要跟大家说的话当然是希望大家阅读这本诗集会喜欢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追踪师生资本传那也不一定要购买师集啊如果你真的喜欢读师的话也许就可以从网路上开始 那么如果你喜欢创作的话也欢迎你加入我们切切诗语的社团这样嗯好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就是要非常谢谢诗人李云莫跟大家来分享你的作品无地方草啊那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些诗哈是来自于墨的一些啊这个感受啊一些创作啊文学的创作啊 我觉得是很值得让大家一起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啦感受当中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云莫啰好谢谢梓琳还有谢谢听众朋友